众说蓝潭风云帮你解读最新的NBA消息 虽然没能得到德罗赞、穆雷、汤普森、乔治等大牌球星任何一位 但这并不意味着胡仁的休赛七补强已经结束了 恰好相反 根据佩林卡此前透露出的计划 胡仁管理层认为三巨头的模式已经过时了 他们更希望能在詹梅身边增加一些功能性球员来提升实力 詹姆斯匠心续约让胡仁保持在第二土豪线 就是为了保持薪资灵活性能签下真正适合自己的球员 今天Shames撰文表示 胡仁正在密切关注着小加里特伦特 胡仁队还没有足够的空间使用他们的中产特例 他们预计会甩掉两个底薪合同 使用价值520万美元的迷你中产特例来签下加里特伦特二世Shames报道 佩林卡米尼中产特例干大事 特伦特虽然咖位不及上述几位 但他是联盟真正的神枪手 上赛季场均出手6.4次3分 命中率39.3% 要知道猛龙当年可是用鲍威尔换来的小特伦特 当时是将他作为未来核心培养的 小特伦特在登上首发后打出过一些精彩比赛 但上赛季 他在猛龙的时间和战术地位突然降低 尤其是奎克利的到来 更挤占了小特伦特的上场时间 双方下赛季都无意继续合作下去 此前有消息称 胡人有可能利用这个中产特例带回丁维迪 从功能性上看 特伦特绝对要比丁维迪强 没错 丁维迪确实有不错的运控技术 但他的级别还不足以让胡人教练组信任 去做替补空位 任何仕途在胡人抢占球权的后卫都得先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 现在的丁维迪就像日落西山的威少 胡人不会给他太多是错机会 反观特伦特这位单纯的射手就更适合胡人了 他的缺点不用多说 防守和李福斯 拉塞尔不相上下 反正胡人也交易不掉李福斯和拉塞尔了 所幸就放弃治疗 不再建立完善的防守体系 或者说打造一套极致的进攻也有可能成功 而且对胡人来说 没有太大的夺冠压力 他们的主线任务是陪皇帝和太子玩开心 让球迷看得过瘾 补充射手是通往这个目标的捷径 既不用付出手轮签 也不用担心和球队的磨合 这符合佩林卡的引员思路 并且联盟现在的趋势就是鼓励进攻 场上节奏越来越快 胡人采取这种方法并不是不可取 如果胡人每场都得到120分以上 他们也能晋级季后赛 甚至有可能一路杀入总决赛 另外 除特伦特外 胡人有意用文森特刘易斯 两个次轮报价开拓者赛博尔 这个名字对于很多球迷来说 似乎有点陌生 因为在之前的报道中 胡人从未提起对赛博尔感兴趣 但是赛博尔的能力和技术 却是胡人目前最稀缺的 首先 对于胡人来说 能够增强防守和投射能力 赛博尔是一位入选过防守阵容的球员 其防守能力对于胡人队来说 是一个重要补充 同时 他这两年在底角三分投射方面 也有所提升 这有助于胡人队在外线投射上的提升 其次 赛博尔的加盟能够优化胡人的阵容结构 胡人队目前后卫线人数较多 但真正具备组织能力的球员有限 通过交易得到赛博尔 胡人队可以清出一个名额 用于签下其他有需要的球员 从而优化阵容结构 此外 对于开拓者来说 他们可以获得年轻球员和选秀权 开拓者队可能正在寻求重建或调整阵容 通过交易赛博尔 他们可以获得年轻的球员文森特和刘易斯 以及两个次轮选秀权 这对于球队的未来发展和选秀权积累都是有益的 同时还可以平衡薪资结构 如果开拓者队认为 赛博尔的薪资与其贡献不匹配 或者他们想要通过交易来降低薪资总额 那么接受这样的报价也是合理的 目前NBA的交易市场活跃程度 各支球队的阵容需求和薪资状况等因素 都会影响这笔交易的达成 开拓者队是否愿意放弃赛博尔这样的防守汉将 以及他们是否对文森特和刘易斯 以及两个次轮选秀权感兴趣 都是决定交易能否达成的关键因素 任何交易都需要经过双方的谈判和协商 包括交易筹码的具体价值 球员的合同状况 薪资匹配等问题都需要得到妥善解决 大家觉得这笔交易怎么样呢 NBA进入漫长休赛七阶段 在自由市场开启后 很多超级大合同诞生 比如塔图姆五年3.15亿美元 超级顶薪续约开尔特人 合同金额就刷新NBA历史记录 包括年轻的猛龙核心巴恩斯 以及魔术核心小瓦格纳 也都拿到了最高五年2.7亿美元 超级顶薪合同 就连34岁的乔治 都能从76人拿到4年2.12亿美元 超级顶薪 伴随着NBA新转播合同生效 球员彻底进入薪资爆炸时代 名下等着冬契齐的是 5年3.46亿美元合同 亚历山大4年2.96亿美元合同 更是会成为NBA历史第一位 单赛季薪资超过8000万美元的球员 按照薪资专家分析 到五年后 NBA基本每支球队 都至少有两位军心5000万以上的球员 钱在这些球形面前 只是一串数字 但是正如塔图姆所言 实际上他已经不缺钱了 但合同是象征意义 代表着球队的肯定 代表着压力和责任 但也有一些球星 明明没有达到球队的预期和要求 却也跟着要钱 典型代表是决金的穆雷 就想要4年2.09亿美元的顶薪合同 决金并不太想给 可双方并没有撕破脸 穆雷打算奥运会之后 和决金再度协商 但也有一位球星已经直接摊牌 你不去约我不打 我也要4年2.08亿美元 美媒专栏记者古德洛瑞确认 提湖管理层明确向英格拉姆 和他的经济团队表示 无意和英格拉姆提前达成4年2.08亿美元合同 而且提湖方面早就打算抛售英格拉姆 全联盟找下家 最有趣的是英格拉姆团队表示 如果不给合同 球员也不会进入提湖新赛季训练营 因为这可能导致一些其他情况出现 那对于提湖来说就很被动了 只有一个选项 在未来两个月时间里 必须送走英格拉姆 问题的关键出现了 铭记温德霍斯特和马克斯泰恩分析 英格拉姆根本没有市场价值可言 不是他没人要是他不值顶心 潜在接盘球队也不会给顶心 而且几个潜在下家早就退出竞争 七六人得到乔治 老鹰围绕状元里萨谢重建 魔术有班凯罗和小瓦格纳 骑士也须约米切尔 保留小莫布里和阿伦的组合框架 甚至在美媒传出火箭有意拿身经 换英格拉姆时 遭到火箭随对记者拒绝 对英格拉姆完全没兴趣 在过去一个赛季 英格拉姆场均20.8分 5.1篮板 5.7助攻 看数据还不错 实际上拿到2.7亿美元 顶心的巴恩斯 场均也不过19.9分 8.2篮板 6.1助攻 但给顶心 要看成长趋势和带队能力 巴恩斯每年都在成长 而且关键球能力很强 可英格拉姆呢 列举一个数据 上赛季关键时刻 英格拉姆场均2.2分 42.9%的投篮命中率 英格拉姆来到提湖 这五个赛季 和湖人时期相比 数据确实有所提升 可这是建立在出手权增加的基础上 而且英格拉姆有两个明显缺点 其一打球态度一般 缺乏好胜心和狠劲 没有舍我其谁的态度 没有战术安排 他就在弱策等球 其二英格拉姆的对抗和防守还是不行 提湖上赛季防守效率联盟第四 可是英格拉姆自己的防守效率是112.6 在拖后腿 有效命中率也在联盟200名左右 这配得上顶心吗 最关键的是英格拉姆快年满27岁了 东西齐比他小 都带队打到总决赛 塔图姆比他小 已经带队夺冠 保底分区决赛 英格拉姆也曾入选过全明星 也曾以核心身份代表美国南篮 征战过世界杯 可是表现无法让人满意 加上来到提湖 在身边有西安的情况下 也只进过两次季后赛 还都是一轮游 上赛季提湖首轮被雷霆淘汰出局 英格拉姆场均16分加38%加30%的两项命中率 于情于理 于共于私 他都拿不到顶心 提湖并没有做错什么 毕竟英格拉姆 还有一年3602万美元的合同等待旅行 那凭什么会如此自私呢 只能说英格拉姆包括他的团队 有些不讲道理了 说到底还是胡人赢了 当初浓眉一换七大交易 很多人都在说胡人丢掉了未来 包括鲍尔加哈特加英格拉姆加三个首轮签加一个首轮签互换 可是如今这些筹码呢 除了哈特在尼克斯表现不错 其他人都让人失望 而胡人也赢得了20年总冠军 至于英格拉姆 未来只有一条路 提湖送走他 但接盘下加肯定不会是顶心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兄弟们大力支持 最后千万别忘了给球也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